哈喽大家好,我是野哥 我们今天来继续玩王子伦耀台湖版的体验服 这边玩家这个神力女超能 最近听说那个叫什么 雅典娜要出一款皮肤 也有点类似这个 就是这个神力女超能 也就叫神情女侠 也是这个造型 然后这个造型其实在台湖就有了 他的皮肤现在好像是在 iOS的体验服里面可以看得到 安卓的体验服还看不到这款皮肤 不知道怎么想的 那个iOS的体验服好像现在拥有的人非常少 有的人还不知道下载地址在哪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安卓 那个苹果机又没办法 这个体验服的话也是出的比较慢 皮肤现在是曝光的时间非常慢 不像以前都很快就曝光出来 现在都要 有的都是需要什么调代码好吗 我们可以看这些名字啊 大部分好像都是外国人 我们可以看他那个 起的名字上面 那个英文上面 还有一带一个什么什么标点 那个音什么的 那个 爱里好像是韩国还是日本韩国 应该是韩国的 韩国人 起的是韩国名字啊 这个是他的体验服 台湖的体验服 总称叫做越南体验服 因为我看到那个神奇女超人 我上次就玩过一次啊 那今天我再继续玩一次 他这个是帮着帮那个 是从那个电影里面啊 电影里面我看到的 那个叫神奇神奇女侠好像电影啊 前段时间上映了吧 然后在那段时间 不是在VIP免费看的时候 也在电视上面也看了 哇啦去啊 这个他技能有点类似雅典娜啊 所以说他的皮肤归到了雅典娜 还没什么毛病 但是呢 他这个鞭子 他的一技能可以穿两下 是吧 这就是传说的 台湖版雅典娜 他的鞭子是把自己抽过去 但电影里面的鞭子好像是 电影里面的鞭子是说绑住人 对面的人会说实话 但是看过去太太low了啊 配置太low了 你看就是 那这个那个是鞭子鞭子吧 那些我们看一下 这家伙不需要蓝buff的啊 很霸气啊 哥哥我看死吧 先不跟他打了 但是好像 现在这个家伙啊 应该是在台湖的正式屋上线 他的皮肤是有穿衣服的 就是穿了个大米奥的电影里面也有的造型 他喵了 这家伙好烦哎 传说中的台湖版的 其实又金啊 对面那个家伙 穿了过去我还以为是李白 挺挑战的 他要是这个是把人勾过来多好啊 还是把把自己拉过去 这多危险 对吧 完了完了 救救他 这这这这个女超人 我运的少啊 套路不懂 打的不好 请不要见 我爸爸请不要见外啊 他的又不像那个 就一技能 有点偏向于 雅典了 拿到这个脊肉精提护怎么行 抓过来 啪啪啪啊 先走了先走了 先走了 不办好了 这上面老是一个人啊 没有人过来跟我一起 支个园 把你带个 这有啊 过来呀 支个园呀 有不差 我又饿了天啊 有没有人啊 有没有人啊 你算来了 他刚才说啥呢 我说的话 我说的话 他们也听不懂 哪里 整体而已 我们这边应该来说 会好一点 应该比分 虽然我这边打的不咋 但其他队友打的不错 我不要想玩闪电架 我想不到 那算了 他妈的 这个闪电架船呢 他妈的 这个闪电架船呢 真麻烦 哇靠他们的 真捏能捏的实在是烦 完了 怎么现在变成一个女超人好 怎么这么脆皮啊 对面的女超人 比我也糟糕 哇 那个车 太牛逼了这家伙 跑得又快 哎 哎 总算拿一个人头了 总算拿一个人头了 哎 为什么上路没有人牵兵线啊 还有我哥 还有伟哥 我出手 他就打着打着被动来 就好像会出一个 那个想什么 减速的一个盾牌轮就去 他跑了 他跑了 宰掉了 哎 哎呀我跑得快 三四二 你敢拿个三四二挺爽 我去对方闪电侠好厉害 哎 我们家没有人玩闪电侠呀 刚才谁把闪电侠抢掉的 然后又不玩了 啊 太坑爹了 你不玩我玩呀 现在玩这个 我是没有套路的 既然臭 敢脚打到这 就臭条就把它打掉吧 我操 刚才鞭子没有抽到他 我的鞭子 我要抽到他 我不会死的 他这鞭子的范围太太窄了吧 完了这家伙肯定死了 我感觉我们家的工本不行啊 这个应该是韩国 韩国的 玩的不咋的啊 是不是 鞭子的 这家伙技能穿不了墙 我靠 郁闷 雅典他最起码能穿墙 连穿墙都不行啊 还要卖2万多金币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不能穿墙的技能 哎 闪电侠都能穿好多墙 那闪电侠肯定一出来绝对要卖2万多金币 哎呀这爽啊这不能穿墙 斩杀斩死的够了 谁家的 哇去啊 超能从什么时候爆出来了 这几个估计赢不了啊 好难打啊 现在谁抢的闪电侠又不玩了 早上让我来抢 闪电侠很变态啊我靠 卫移的距离相当于李白的两段了啊 打着打着突然一下子打没了能也没了 这技能不能穿墙 就有点尴尬 能穿墙就好 为什么不单设置能穿墙 现在玩这轮廊里面 能位移的技能几乎都能穿墙 还是要靠猴哥 大后屁 不行啊 他血不够多啊 他那个又有达摩达摩的技能 又有李白的技能 大招无免野 有超能不是闪电侠的推手 我这个女超能 至少比对面的女超能玩的 还是溜一些的嘛 还是值得表扬的嘛 今天主要这个闪电人家真的很烦 飞过来二技能戳你两下 然后又跑了 他那吸气一技能吸气还很短啊 这个闪电侠简直是破坏游戏 啊啊要死了 虾灭了 啊他顺上香这么霸剃啊 这款皮肤没有我了 这款皮肤上是... 上是给了那么多钻石 我全部拿去买乱七八糟的英雄 我的皮肤挨我丑了 但是傻乎乎的 工本干他 大招 我的天你这个傻工本 这个韩国半子能够傻 二技能过去刚才那一下不换大招 非要第三段换大招 怪不得战绩排在我后面 你看他经济华语 不是我喷他 哈喽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继续玩王者龙耀台湖版的体验服 这边玩家这个神力女超能 最近听说那个叫什么 雅典娜要出一款皮肤 也有点类似这个 就是这个神力女超能 也就叫神情女侠 也是这个造型 这个造型其实在台湖就有了 他那皮肤现在好像是在 iOS的体验服里面可以看得到 安卓的体验服还看不到这个 这款皮肤啊 不知道怎么想的 那个iOS的体验服好像 现在拥有的人非常少 有的人还不知道下载地址在哪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安卓 是不是 那个苹果鸡又没办法 嗯这个 体验服的话 是吧也是出的比较慢 皮肤都现在就曝光的时间非常慢啊 不像以前 都很快就曝光出来 现在都要 有的都是需要什么条代码好吗 我们可以看这些名字啊 大部分好像都是外国人 我们可以看他那个 取的名字上面 那个英文上面还有一带一个什么 什么标点人那个 英什么的 那个 爱里好像是韩国还是日本韩国 应该是韩国的 韩国人 起来是韩国名字啊 这个是他的体验服啊 台湖的体验服 总称叫做越南体验服啊 因为我看到那个 神奇女超人 我上次就玩过一次啊 那今天我再继续玩一次 他这个是搬着搬那个 是从那个电影里面啊 电影里面我看到的 那个叫神奇 神奇女侠好像电影啊 前段时间上映的吧 然后在在那段时间 不是在VIP你们会看的时候 也在电视上面也看过 这个他技能有点类似雅典娜啊 所以说他的皮肤归到了雅典娜 还没什么毛病 但是吧 他这个鞭子 他的一技能可以穿两下 是吧 这就是传说的 台湖版雅典娜 他的鞭子是把自己抠过去 但电影里面的鞭子好像是 电影里面的鞭子是说 绑住人 对面的人会说实话 但是看过去太太low了啊 配置太low了 你看就是 你看就是 这边应该是鞭子鞭子吧 我们看一下这家伙不需要蓝buff的 很霸气 哥哥我快死了 要不跟他打了 就是 但是好像现在这个家伙啊应该是在台湖的正式屋上限 他的皮肤是有穿衣服的 就是穿了个大米奥 电影里面也有我的造型 他瞄了 这家伙好烦诶 传说中的台湖版的 其实诱惊啊 对面那个家伙 穿了过去我还以为是里白 挺挑战的 他要是这个是把人勾过来多好 还是把把自己拉过去 这多危险是吧 完了完了 就知道 这个女超人 我运的少啊 套路不懂 打的不好请不要见外 好可爱啊 他的又不像那个 就等我说的什么 还他妈打野呢 能不能 合作呀 能不能 合作呀 能不能集合呀 就他妈两三个人还打不过 还在打野呢 射手奔了吧 好可爱 其他队友根本没有 没有 没有 放那个 信号 都不看信号了呀 都不看信号了呀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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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妈的直接被人家打得这么寒 我操 唉 羽要 得瑰 吓了 ゴ打 hurts 打不动 我操 终张 被两个人打不动 这叫什么节奏 由越南女欢愉过来 两个人攻不进去 这就孙上战一个 有闪电侠 我们也只有四个啊 我们家的那个含线掉线 一下子的事情 哎我的天没有 没有兵线啊 这叫什么回事 不过他好像不需要兵线 也去的好快 两个人打这么久 不过最后花两下花两下终于还是 知道意思了啊 哎我还是MVP 哎 哎 没办法 Chinese技术就是这么热 哈哈 你看你看这个是谁 公本啊 对吧才5.2分 来我们都把它举报 反正是歪果人 举报他 我也帮你们举报一下 这个超人 再帮你们举报一下这个 对面的啊 还有一个谁 还有一个菊油精 其实他们如果都在的话 我们可能还会输 没想到的 掉线三个啊 开玩笑 他们队友都会崩溃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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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